10月18号在林肯中心戏剧纽约的演出中 我们将迎来一位出类拔萃的世界顶级女高音歌唱家 她担任了六部大型歌剧的女主角 获得过法国马赛国际歌剧比赛的第一名 曾经和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格卡雷拉斯同台高歌 她就是著名歌唱家腰红 腰红中国歌剧院首席女高音歌唱家 国家一级演员 全国青年委员 第十四届梅花奖获得者 代表作有图兰朵 茶花女等 腰红1968年生于辽宁沈阳 1983年起在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声乐 8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 师从女高音歌唱家郭书珍教授 91年毕业之后成为了中央歌剧院的主要演员 1999年她远赴重阳到意大利留学 从22岁起腰红就在中国各大赛事中频频获奖 成为中国青年歌唱家中的代表人物 而1993年在法国马赛国际歌剧比赛上夺得第一名 更使得腰红的名字响彻西方乐坛 那年她只有25岁 96年她不但获得了中国歌坛辉煌20年演唱成就奖 还获得了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 美声唱法金奖 文化部首届全国声乐比赛第一名 1997年一经享誉世界的她呢 又获得了中国戏剧表演的最高奖项梅花奖 国外的著名歌剧导演们呢 也频频向腰红伸珠橄榄枝 1993年她受邀在前苏联莫斯科大剧院导演 安西莫夫指导的歌剧弄成钟饰演吉尔达 她以出色的表演和美妙的歌声 赢得了剧评家的高度赞誉 同年她又受邀在维尔地歌剧《茶花女》中担任主角 此后她的演出邀请不断 法国 日本 澳大利亚 英国 菲律宾 朝鲜 腰红的歌声回荡在全世界各大剧院中 2005年6月在法国巴黎 在德国慕尼黑上演的由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指导的歌剧《图兰朵》中 腰红作为160名歌唱家中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饰演了该剧的主角柳儿 7月底呢她又受邀主演由法国导演指导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 2005年欧洲的那个夏天是属于腰红的 就连那些自诩具有最高品位的法国观众 也再没有令习掌声 为这一位黄皮肤的中国歌唱家所折服 腰红呢不仅在西洋歌剧中表现出色 在中国歌剧中她同样驾驭自如大方异彩 2002年由她主演的《苍原》 列入国家舞台艺术精品 而2008年她主演的《杜石娘》 更掀起了中国歌剧热 这一位当代中国最杰出的女高音歌唱家 梅花大奖的获得者也将于10月18号来美演出 戏剧纽约的购票方式已经出现在我们屏幕下方 10月18号林肯中心 女高音歌唱家腰红和您相聚